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胶味伴随而来 这就是医疗用的手术电烧刀 我们看到电烧刀上面有两个按钮 按下黄色的部分可以切开伤口 那么我们按下蓝色的按钮 可以让伤口止血 可以边开刀边止血 全球每四只电烧刀就有一只MIT 都来自于隐身在土城工业区这一间医疗厂 一把电烧刀怎么做出来的 从塑胶射出笔杆到放入电路软板接线 接着超音波防水处理 5秒钟就能生产一只 470个人的中型企业 全球市占率高达25% 每年创造10亿营收 堪称医疗业界的隐形冠军 这里面是切割跟凌桀 所以这个切割我这样按 我按了500次以上 它都还是一样的弹力 让人意外的是 冠军电烧刀背后的推手 59岁的刘慧珍 大学念法律 国外拿的是MBA 可以说是彻底的医疗门外汉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我都一个人 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业务 所以又要管理公司 又要跑业务 只是从外行到业界第一 27年前砸600万创业 刘慧珍光是面对严谨的 医疗法规就吃足了苦头 我们常常讲做法规 人不怕没饭吃 因为他一直可以 自定新的法规 曾经为了一个文件 送了6个月还过不了关 订单进来了却出不了货 更棘手的问题 还有人猜慌 大陆其实有 我们去看了展览 有的人copy的都 一模一样的颜色 面对大陆擅长抄袭的竞争威胁 刘慧珍坚持跟流台湾 靠着手术室里的电烧刀 小池塘的大鱼 游出世界创造一元商机 东西台语新闻 叶炯隆张博祥 新北市报道 而夏天到了 大家的布料越穿越少 不过现代人都怕胖 就是看准了这个商机 25岁的正妹陈韵茹 放弃了台大的学历 在脸书上经营寿生网站 结果成功吸引 41万名粉丝来按赞 而且他也开发了寿生食品 还有瑜伽店 瑜伽球 统统都热卖 而一个月的营收 就超过了700万 成为网络创业的新黑马 为了要瘦首辈 毛起来健身 他就是脸书爱瘦身粉丝团的 召集人爱丽丝 别看他这样 今年25岁的他 放弃台大学历 投入网络事业 短短一年就累积41万的粉丝 透过图文并茂的生动方式 激励大家一起来填重 开始举办了瘦身活动 就是号召大家一起 大家来减肥 那我发觉就是说 我们粉丝团上的团员 他们很喜欢这样子 因为自己也是个易胖体质 求学时期也是个肉感胖妹 一直到找对方法 才瘦下来变成正妹 更写下心路历程出书 他在去年成立网页后 也陆续开发低卡食品 每项都先自己吃货 才放上团购网 更推出自订款的减肥器材 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瑜伽店 那我们有设计瑜伽店 抗力球 腾力 类似这类的运动产品 只要是跟健康的瘦身相关的 都在就是我们的半球里面 不只教大家正确的减肥概念 也很诚恳回答问题 现在他一个月营收突破700万 更吸引新加坡 日本创投公司入股 也成为台湾网路业 窜起的新黑马 沦选球林王红年在台北采访报道 很多人外出去玩都喜欢拍照 不过嫌弃手机画素拍照效果不好吗 现在有日系大厂把原本只搭载在 数位相机的神秘G镜头 外挂到手机上来强化照相的功能 另外像是苹果iPhone手机 也有专用的鱼眼 广角 还有微距三合一的镜头组 是灯眼相机还是智慧手机 日系大厂Sony玩创意又要出新招了 2020万画素搭配1.8大光圈 还有3.6倍的光学变焦 防手震彩湿镜头 Sony的外挂式镜头模组 可以支援iPhone Android手机 外传经典EVA就会亮相 这些镜头镜头的东西 会跟Samsung Galaxy的镜头镜头 南岸37手机背面 直接撞了个伸缩镜头 甚至拥有10倍光学变焦 全塞进4.3寸的迷你金黄身体里 日盘手机相机镜头被大笔拼 台湾则是从配件搞创意 这个比较方便就这样吸上去就好 靠着黑黑一个小圈的磁铁 外接镜头就吸附上去 效果如何 拿餐桌布上的小太阳做实验 调查距离3公分的情况下 原本的手机镜头会有对不到焦的麻烦 但加了镜射镜头 连小太阳里的缝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可能真的需要的时候 你就从口袋抽出来装上去就好 然后拍完之后 你再把它再抽下来就好 手机从外接镜头创意 到内建大炮型相机 不只吸引手机迷 也要抢功拍照名的新 东森才英新闻正好报导 台北的民众骑过这个U-bike吗 现在它越来越夯了 不过最大的困扰 就是想租车却曝空 或者是想要还车的时候 才发现没有空位 有六名台大神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 就研发出一款免费的U-bikeAPP 可以预估每个站要等多久 才会有空位还有空车 而这个U-bikeAPP 在APP Store售价一个礼拜 下载量就突破两万人 甚至登上旅游类的排行榜冠冠军 在烦恼想要还车的时候 却没有位置可以停吗 现在有了这个手机APP 就可以及时知道 到底还要等多久才会有空位 来告诉我 其实这站是没车的 它有74个位置 可是没有车子 那用户在那边可能就要想说 我到底要等多久 我们就发现它过去这一个小时 大概要等15分钟才有一台车进来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常常你在等车的时候 不知道要等多久 对 平均年龄24岁的 台大研究生就是幕后研发团队 花费三个礼拜打造免费APP 在APP Store上架 短短一周下载量破两万人 甚至登上旅游排行榜冠军 车位太满 然后没有车可以停的话 就也蛮困扰 觉得这样很好 就可以计算一下 自己要搭工资还是起500 我们最主要的投资 其实是因为我们要 就是买一台全新的iPhone做开发 所以就不用我们大概花两万块钱 那我们为了加速 所以我们买了就是 美国亚马逊的 就是线上伺服器 每隔三分钟 即时更新等待时间 连线速度快 只需0.2秒 就能显示地图路线 台北市哪里有铺 这所谓的自行车道 然后帮助我们 一些事先规划路线 避开那些不适合 骑脚踏车的地方 以你当原心的话 离你最近的车站 开始一个一个往下排 那我们觉得这样 对使用者来讲的话 这两个方法是最快 最方便能够找到车子的方法 要把安卓版做出来 好 不只照服苹果用户 研发团队也打算在8月底 推出Android版本 现在U-Bike上面 因为是iOS系统 所以用Apple的地图 那上面其实没有捷运站 我们现在用手工在上面 加上了捷运站的路线跟地图 只是大学生在研发路上 为了找到挺值和成本的中间值 也曾面临很多挣扎 因为现在Google跟App地图分家了之后 那假如我们在iOS装置上 要使用Google Map 其实是要付钱的 那这对我们一个 自逃腰包开发的同学生 负担有点大 台大生把构想付诸实现 不赚半毛钱 就是想让喜欢骑U-Bike的民众 不用再苦恼 一味难求 东山财经新闻 吴瑞芬和人凯 台北采访报导